进入今天的主播说 最近奥运跳水冠军全红蝉 回到广东站家的老家 看望家人 却被各种围观打扰 这事儿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没错 自打全红蝉一回去 他们家门口简直成了景点了 白天晚上都有人去打卡 很多人还把在全红蝉家附近 拍到的视频是发布到了网上 视频的内容都是全红蝉的生活动态 基本上都可以拼凑出 他一天的整个行程了 这样咱们来看一看 现场拍摄到的视频 视频画面显示 全红蝉家的门口 真是被移到护栏 已经围了起来了 围观的人可真是不少 尽管是已经晚上了 仍然有大量的游客 聚集在全红蝉爷爷家的门口 面对这样的场景 全红蝉也不得不站在 二楼向游客们喊话 说你们小一点声 回去吧 明天再来太吵了 我们要休息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 众多游客是再次早早地 就守候在了全红蝉家的门口 网友们拍摄的视频显示 刚起床的全红蝉跟爷爷 是在二楼跟大家打招呼 全红蝉也是再次喊话 说回去吧 这里太吵了 楼下的人们是高声呼喊着 蝉宝加油 迟迟没有离去的迹象 这让全红蝉蝉蝉上 也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无奈的感觉 全红蝉回到老家之后 会去很多的店铺买买东西 店员们也纷纷地在网上晒出来 全红蝉来消费的照片 或者是和他一起合拍的合影 还有就是很多网友 在路上偶遇全红蝉 也会拍个视频得晒出来 这几天在社交平台上 你可以刷出全红蝉回家之后的 全程的一个行踪 什么全红蝉买奶茶 全红蝉逛街 全红蝉骑电动车 什么全红蝉给大家发水果等等 而令人大跌眼睛的是 还有旅行社竟然推出了 全红蝉老家一日游 有导游举着旗子 带着游客在周边的街上游览 据附近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介绍 当地村一日游这个项目 主要是去打卡全红蝉的家门口 也会去湛江老街 金沙湾等景点去逛一下 而价格方面便宜的是58块钱 一个人一日游 贵的是128块钱一个人 最近还有网友反映 说全红蝉回到老家的之后 竟然有人是用无人机去航拍他们家 拍到了他在院子里活动的一些场景 对此当地派出所表示 将告知现场执勤的民警 注意这一类情况 而民警还表示一直有人在现场值班 当地的村干部也表示 村里是禁止无人机航拍的 也有专人来进行管控 会提醒对方不能够再继续拍摄 而此前村里边在8月份就发现过一次 无人机在全爷爷家的上空航拍的情况 之后也全部禁止了这一类的行为 面对大量的游客涌入 村干部说他们提前在路口已经张贴了通知 也会劝导外地的游客晚上9点以后不要再进村子 太晚了会影响到村民的休息 那要我们说在众多的围观者当中 肯定也不乏真正喜欢犬翁蝉的人 他们渴望亲眼见到他 并且送上自己真挚的祝福 然而这份关心和爱护应该是有个度的 不能逾越合理的界限 更不能无视时间与场合 侵扰到他的私人生活 真心喜欢一位运动员 最恰当的方式是关注他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从心底里为他加油鼓劲 而不是聚集在人家老家周围 甚至出现比如像无人机拍摄这样的一个过激行动 这样的行为很可能会给运动员及其家人 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值得一提的是 部分围观者的目的是为了蹭热度博流量 有一些自媒体账号的行为很不光彩 恨不得全天候的就将镜头对准全红传的家 时时在网上晒出他的一举一动 这事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咱们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 这样做其实已经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了 还有人说这一堆人天天在外边 这事可是有点可怕呀 也有网友说他们喜欢的不是全红传 而是有全红传的朋友圈 所以你看就是大家这言外之意啊 就有些人是借着全红传回家这机会 长时间进行拍摄和直播 完全是想去蹭这流量博眼球呢 有律师表示啊 这类蹭流量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全红传和家人 以及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已经是涉嫌违法了 当下呢流量真是大行其道啊 哪里有流量 哪里就有蜂拥而来的主播来蹭流量 而这似乎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律了 咱们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 像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的一个相亲节目 叫王婆说梅爆火 王婆的扮演者呢叫赵梅 她是身着着古代梅人的传统服饰 和现场的游客来进行互动 促成了很多队的姻缘 赵梅的演出可以说是亲切有趣 风格也很接地气 很多游客真是慕名而来 开封文旅也特别设置了王婆专线 从车站出来 您就可以坐大巴 然后就直打景区了 但是呢 赶来蹭热度的人也随之多了起来 对 其实好多我相信大家印象都挺深刻的 比如说我记得啊 就曾经有一名女子上台呢 跟男子去相亲 互相还加了微信 结果台下游客就大喊 说王婆我认识她 她是主播 果不其然啊 女子下台之后呢 跟刚才啊 去加微信的那名男子 说明了真实情况 她就是一名主播 来蹭这流量的 并不是真的想跟这儿找对象 而且呢 后来有很多对经过王婆 说梅成功牵手的男生女生 后续也被指认出来真实身份 她就是网红 而且呢双方可能之前早就认识 个人经历和牵手环节 这都是剧本设计啊 王婆的扮演者赵梅 也苦口婆心的表示 拒绝网红打着相亲的名义 来上台蹭流量 非诚勿扰 后来呢 景区也开始规范 相亲流程了 表示上台交友环节 来实行线下提前实名制来预约 类似的情况啊 也发生在山东合泽小伙郭友才身上 今年5月呢 山东合泽的农村小伙郭友才 靠翻唱一首经典的老歌 诺言是火出了圈了 士兵幻院中啊 25岁的郭友才 输着比较复古的那种造型去唱歌 然后呢 再加上怀旧的滤镜 还有这种MV的风格 好像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有网友呢 喜欢郭友才歌声里的那种沧桑感 很短时间内 他的账号粉丝啊 就超过了千万 那火了之后呢 也带火了一个城市 这就是山东合泽 以及一个已经停运的车站 合泽南站 合泽南站呢 是郭友才经常去直播的地点 然而后面发生的事啊 就让人打电影劲了 当时呢 合泽南站广场啊 每天啊 都会涌入超过四十万人次的游客 来听郭友才唱歌 为了能够在前排拍到郭友才 有一些主播们真是不惜啊 彻夜排队来占位置 此外呢 有一些在合泽南站 现场直播的网红 装扮啊 那也是十分的奇异 有的人装扮成哪吒 孙悟空 季宫 还有呢 表演时装秀 热舞等等 有很多网友就吐槽啊 说这个合泽南站这战前啊 真的是群魔乱舞 有多位附近的居民也表示 郭友才 及各路网红的直播活动 已经影响到周边学校 以及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学习了 后来呢 合泽南站也是发布了公告 表示将不再举行各类的文娱活动 郭友才后来也转到其他地方 进行直播了 有不少在当地直播的主播 由于违反平台规定而被封号了 那每当哪里啊 有流量汇聚 一些主播们就会扎堆去哪蹭流量 毫无疑问啊 他们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的 把流量所在之处呢 当成了一个大蛋糕 每个人都试图去切割到属于自己啊 想抢的那一块 然而蹭热度啊 也得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 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更不能损害公共利益 否则的话 相关部门也会及时出手 介入整治 当然平台方面啊 也不能袖手旁观 应该拿出相应的措施 让那些违规蹭流量的人得不偿失 让突破边界的行为 受到应有的处罚 请订阅您您的支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您的支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